周期末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 生在5月21号 就是双子座 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5月20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20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恨几回 是吧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诶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 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 不能两全 有点热乱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 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她面前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不漂亮到当时我心里有一个小人对着她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呢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拙 真好看 同学老师真的 真的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没联系了 微信删了 删了 爸别说了吃饭吧 别聊这个 你可招点急吧 33了 明年40了 我说爸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是吧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都说 那谁结婚了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 就总感觉前任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 我说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他没联系 他说 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 那你想看照片 我说 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 然后我这哥们就 掏出手机来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拍的照片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 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免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我才意识到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着挺幸福 幸福就好 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 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 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了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啊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 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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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有个观众还好帅 来了一个盲人 所以在比赛嘛 压力就特别的大 然后前两天回了一趟家 回家之后 遇到了一个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节目是一个 非常有文化的节目嘛 但没想到 我奶奶八十多了 没有上过学 天天看我们节目 就我这次回家跟我说 我现在天天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段子呀 都特别的有文化 我说奶奶 您骂人还挺脏的 确实没少看 我奶奶看完节目之后 她就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了嘛 但我现在每次回家 不变的是 她还是会催我赶紧谈恋爱结婚 我又会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 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我奶奶真的看我们节目 最魔幻的是 她竟然还是杨丽的粉丝 一个山东老太太 喜欢杨丽的段子 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 我就想 我奶奶该不会是要上桌吃饭了吧 放这段节奏 我觉得还是很好 开玩笑开玩笑 首先这些漏洗澡就没有了 其次就是我奶奶 说完她喜欢杨丽之后 接着又问了我一句 杨丽今年多大呀 我说啊 我说那个比我大四岁 我奶奶说啊 大四岁啊 大一点好 大一点会疼人 就别人都是喜欢 杨丽会骂人 我奶奶喜欢杨丽会疼人 就确实杨丽骂人可疼了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恋爱嘛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分析原因是这样 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发现 我只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但最近不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我有点喜欢不过来了 都快成海王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很容易遭到一些打击 变得不自信 就你们看我今天这个打扮 也看得出来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最近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真的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 真的去买了一些潮牌 然后去的时候 为了让我自己看上去 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 还故意专门穿了一件 那个品牌的衣服 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 结果进去之后 直接就被当成了店员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被当成店员的时候 裤子和鞋还印着 其他品牌的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有个人感觉是 这个人就是喜欢混搭 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他打两份功 我很难通过买衣服获得自信 我这个人太不擅长买衣服了 我经常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店里面试着是合适的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阳千玺 回到家再照顶的一看 张柏阳 时间长了 就导致我现在 每次打开衣柜之后 都会发出一种感慨 就是怎么这世界上 丑的衣服 都让我一个人给买了 你们也买一点 又被踩上了 后来 后来我明白为什么其他人都不买了 因为我发现他们都下载了小红书APP 来小红书APP不仅有时尚 还有男生喜欢的游戏运动幽默各种生活方式 不得不说这种既时尚又幽默的APP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现在特别爱看恋爱综艺 那种感觉就跟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班里有人送个情书 你也要跟着去 就自己谈不上恋爱 就爱跟着掺和 我从小就特别爱掺和这事 如果有人要去隔壁班送个情书的话 我就站出来 我去我去我去 让我去 我跑得快 十分钟能送三趟 我跟着你去 我帮你看着他们班主任 那时候老师经常说 爱是克制不是放肆 但是当时的我来讲 爱是放风 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游戏的话 我就是里面的NPC 我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比赛期间 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跟赛场之间 做一个风险对冲 就如果恋爱成功的话 比赛即使被淘汰 我也不难过 如果恋爱失败了 那么恋爱的苦 就会盖过淘汰的苦 而以我这个长相 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又特别擅长吃爱情的苦 对我来讲 擅长吃的苦都不叫苦 那是我生活的舒适区 谢谢你们 谢谢